今天是2017年8月22日 我最近为大家带来的第817的讲解 那么今天为大家 我最近进入交易学院 为投资者提供投资 可以交易策略指引的金融服务机构 有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执照 也是财经频道的数学分析师 然后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继续和大家去探讨外汇交易 我们看到沈阳可以听得到 甚至这样听得到其他同学呢 我们看到上海清楚 悉尼 墨尔本清 已经声音有点小 现在呢 真正可以了 现在听得到声音吗 还是很轻是吗 听到也可以听得到 同学们尽量在群里边回答 好 那我声音稍大一些 和大家一起 应该现在可以了 和大家一起来去探讨今天的行情 走势特别的大 各种货币在盘整当中 英镑还是走得比较空 欧元的行情的变化不是特别大 我们来注意来分析一下各个货币 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内容 我们说要把这个行情 在各个级别上的走势去掌握清楚的时候 首先要知道各种货币 它在日线图级别上是如何运行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 我们来继续逐一分析 昨天我们去探讨了两个货币 最主要的欧元和英镑 那今天我们再去讲两个货币 我们 谈及两个货币 去调出我们的 模板 零模板 这是澳币对美元最近的行情 那澳币对美元如果去谈及比较远的走势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澳币和美元走势的过程当中 它在今年特别是在7月贯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关卡 这个主力关卡我们在之前做过很多次交易 但在这次的时候行情突破 关卡就是0.78和0.7720 就是介于0.7720和0.78之间 实际上我们在交易当中对于0.7720到0.78这个关卡 其实始终于特别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去涵盖到从2016 月份开始 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 一直到今年或者说到7月份 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的主力位的关卡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关卡 这个关卡价位 我们可以把这个关卡价位一直延伸到目前 因为我觉得这一关卡将来等到它回来的时候 包括0.78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都将会成为交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阻力的区间 那这个区间我觉得它应该是在0.7720 以及上方的0.78的位置 就是水平横向过来的这个0.78也是重要的位置 或者更为精确的说是0.7780到0.78之间的这个关卡价位 我们把它也标注出来 这种标注的方法可以让你这条线 完整的去保留在0.7780上边去 有些东西说我们我怎么样去把这个 你看比如说我们一移动的话 它就会变成0.77806 很难去变成0.77806 但是如果你去像我刚才那样做的话 它会精确的将这个位置的放在0.7780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是2016年在之前的时候形成的一个波峰的高点 所以将来的时候我更感觉它还是会再次去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澳币的高点和低点 就是分界它高低点的区域在0.7720到0.78之间 我们把这个日期标注一下 标注在这里 微软雅黑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字体 这也是8月 这是7月份 这是7、8两个月 这是澳币的走势 那么澳币如果从下往上走 那我们会发觉澳币在运行的时候 它在6月7月的时候走出了比较强的上涨的力量 那在之前的时候 它是围绕着这样一根趋势线在运行 这个趋势线走得也特别漂亮 结合着2016年年底 2017年5月和2017年6月形成的上涨趋势线 那么在它的6、7月份的时候 我们发觉形成了一个上涨的加速 形成的上涨加速 那么目前看来价格仍然在这条趋势线的支撑作用之上 那支撑位和倾斜的支撑位置 会在将来的时间点上形成一个焦点 会在将来的位置上形成的焦点 这个位置将会成为我们将来始终去判断行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们在之前的说 澳币运行的一个关卡价位在之前的时候是79 79是它的关卡价位 迫下来形成澳币的第一波空头行情 我们看到价格又是在这个79上方形成阻力位 那澳币在如果假设我们认为澳币这个图形上猜测它的顶部 假设我们去猜测它顶部 经常令老师有一个说法 叫做大胆猜测小心求证 所谓大胆猜测就是我们假设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形成一种反转 比如像今天澳币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双K反转的格局 日线图的双K反转格局 这个和我们在日本蜡烛图上学习的是一样的 一个双K反转的格局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 大阳线运行一个下跌又上涨的双K反转格局 同样争夺的关卡价位还是在79这个关卡价位上 所以澳币就目前的行情而言 我觉得它是一种短多长空的行情 短多长空的行情 那上方的上方有它的重要的主力位置 就是这个区间应该是8000点关卡的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8000点关卡的区间 一个8000点关卡的区间 那围绕这些关卡上不去 破位90 破位到79之下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走势 所以形成了一个短多长空的一个格局 那如果我们把这张图再变大一些 再变大一些 去研究它最近一段时间的盘整格局 把这些盘整格局去标注出来的时候 昨天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应该是 有同样也问我说这个指标怎么用 这个摆档区间的这个指标 就是等据通道 标准偏差等据通道 这个指标怎么用 问我说哪本书有这个对它的介绍 大多数书籍上对它的我没有看到有有多少书去介绍它 实际在用的时候我们会选择 0.8 1.2 1.5 1.8的这些位置 去来去衡量行情 到底它的走势的运行的状况 到底是趋势行情还是盘整行情的运行 这是我们看到的奥币的图形 相对来说我觉得奥币还是一个多长空的一个格局 保存为模板 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结论的时候 可以把它调整到四小时图 进入到四小时图 在四小时图上去寻找一下它的脉络 四小时图当中你会更加清楚的看到 奥币脱离了最近几周的这种下行的波段整理 奥币的波幅开始加大 这一点我们 内模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数值 一个重要的底部的这个数值就是 ATR30 30 我们会发觉最近的奥币的 当然形态上看到是波幅 我觉得比这个前面要更大一些 最近几天又有所缩小 波幅的四小时上的平均波幅在22点左右 多的时候会在30点 那么奥币整体上形成一个震荡盘整的走势 再形成一个注定的过程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整体上奥币还是以一种盘整交易的这种格局势值 围绕着79到80之间的这个区间进行盘整的整理 那当它进行盘整的时候 相对来说 奥币这些线形结构 这些趋势线或者说这些均线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小 因为行情在趋势行情当中的时候 趋势行情的时候 均线的作用才比较清楚 摆到行情的时候 均线的作用就逐渐就消失了 几乎是没有这样的特别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奥币整体上而言 多空并不特别明朗 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内餐当中 跟大家的对于奥币的看法 奥币在今天的时候运行的幅度不大 日线图上搜出了这些小的线形 四小时图上升略写乏力 7950形成阻力不断下行 我觉得如果交易的话 奥币我会去看空一些奥币 相对看空一些奥币 去看他有的行情去运行 基本面上奥币的汇率得到打压 80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卡价位 澳洲的储盈是我们经常说澳洲的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他会去 上去干预奥币 那么他对奥币的一个认为的合理区间 奥币的合理区间应该是在70到75 也就是说在70到75这个之间 储盈认为的走势 或者说奥币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当然他在运算的时候参考一些铁矿值价格 和澳币的价格的比率来去摊集这个价格 所以这是我们对澳币的看法 相对来说偏空的 所以只有澳币多单的投资人需要谨慎这个迹象 在直盘货币的不及交叉盘 这是我们对澳币的看法 那布林带指标在目前看来 略有打开之后又重新进入到了一个收缩的状况 价格处在布林带的上边缘 盘整行情当中 布林带的摆档功能 布林带的摆档功能 是一个值得大家去使用的 就布林带一般来说是趋势型的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多做布林带的摆档功能 那这时候我们在之后的时候会有一个用来做 就是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模板 B模板 B模板 B模板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它是摆档 特别是在小级别上摆档的时候 B模板就会体现出它的功能 你认为它是偏空 它的交易的思路就是在B模板上就会有特别好的体现 在这个图上你可以去 我们看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B模板 这个模板稍微增加了一些 那就拿这个吧 我们在中间就就观测这几个 几个不同的带 几个不同的带 它总是从上方的这些 我来给大家去看的图吧 这是我们的在交易当中使用的一个B模板的减板 我想在交易的时候很多投资人说喜欢用说 凯文老师这个交易的系统到底如何去使用 或者说他们喜欢去找说这个指标如何去取设置参数 其实真正你需要了解或者说更重要的需要去 更重要的需要去 怎么说呢 就是应该是中间的交易的思路 而非它中间的交易的参数 因为交易的思路 确定之后参数是可以调整的 而如果说你不太了解 这个 这一个行情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思路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觉交易系统 它的交易的状况也并不一定是个特别理想的交易的状况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类似有没有澳币的持仓状况 暂时没有澳币的持仓 目前的话暂时没有澳币的持仓 好 这些来话 我不去把下边的这个八图增加在里边了 因为八图比较复杂 我们好多同学在交易的时候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交易的方法 有他一些自己的交易方法 那这些交易方法在在你理解了交易系统之后 其实也可以使用一些自己的交易的方法 当然去使用 我给大家说的交易方法一定是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说的这些交易方法 无论是在参数的调整 细节的把握 仓位的控管等等方面 都是做过相当的研究的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把握住澳币 这个盘整运行的区间 到8000 甚至运行不到8000点 甚至运行不到8000点 他他大多数情况在7950这个位置上就形成阻碍了 那我们认为他的整体的整体的状况是 高空0.7950 那在交易中的我们使用B模板去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在交易过程当中 会进入到这个高的区域 那这些高区 我们把它叫做正三区域 一区二区三区的正三区域 那行情在运行的时候 正三区开始从正三区去入厂 像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还会在中间看到 现在所 正三区域 正三区 到负三区域 那在这个区间里边去做 如果去增加了方向的话 如果增加方向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行情由上往下做 当然有些投资人他喜欢摆档的做也还可以了 摆档的做就需要去 摆档的做就需要去更加去 就是测 当你去使用摆档的方法去做的时候 相对来说你的止损的设置的可能要求会更加严格一些 单向的做你的止损可以稍微大一些 因为单向做 行情是震荡走势的时候 你止损稍微大一些 去防止一些贬次的行情 但是如果双向做的话 你的止损设置的就更加有讲究了 这个模板我觉得交易当中去使用他的人 就是使用这种思路的国内的投资人是特别多的 就是喜欢做摆档交易 我们目前来看澳币 行情是摆档的交易 那如果早盘有 高空澳币空下来的这些投资人 现在就出场了 当澳币走摆档行情的时候 你就不 想我们在之前说的澳币如果做日内交易的话 他的获利是35点到40点 而是就通过这个摆档的幅度来去找到这个位置 其实就可以不需要再去 我把这张图也发给同学们 当然有同学说这个声音可以声音听不清楚 目前应该是听得清楚 那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天问到说欧元的行情 欧元的行情我觉得 那这几天我们对欧元一直是持有着高空的态度 包括从昨天开始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给予了欧元带领大家做了一单破位的单 行情没有破 它走上来了 那今天在早盘的时候 有头正入场入的单坐在了1.18180 也是蛮有意思 这是这位同学是挂单入场的吗 1.18180 也是非常好的位置 坐在了相当高的高点上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欧元高空的思路和澳币高空思路 其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相似度 如果你做的单是英镑高空可能会做的更好 我们这几天的时候 认为 英镑可能会空的更快一些 就目前几天而言 英镑可能空的会更快一些 那欧元空的稍微慢一些 走的稍微慢一些 欧元目前的状况在上破到周成本线 周输轴线之后的进行回调 暂时我不太会 就是技术面上只是在这个位置上 有一些偏多的 偏多的这个行情 但是暂时我在这个位置上 还是不愿意在这个位置去做欧元的多单 甚至会思考的在小试图上 去做一些欧元的高位的空单 我们在之后还会在1.6660的 1.1660的位置上去空 那目前的 看到 早盘的时候走出一个 就是在本周的时候走出一根非常大的阳线 那现在经过停顿之后开始反转了 停顿之后开始反转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跌破它的时候 我可能还会再做 有同学问我说 现在早盘的空单怎么处理 就像是我们早盘做的英镑的空单一样 现在先离场 日内交易先离场 那这个行情也走了50点了 所以 谁 那个 出门相同学 我觉得 你的欧元可以先离场 空单先离场 或者去减仓一部分单 平上一半 那剩下的一半呢 补在大阳线的关卡 补在这个大阳线上面 补在大阳线反转的位置 就是20点 你再把这张单再去接回来 那同样我们今天 我觉得这个大阳线 如果被跌破之后 我觉得可以去进行一个 欧元的空单的布局 破位的空单可以放在 那读到欧元的单 目前我们读到的是 在57的位置上 读在57的位置上 57的位置上 往下 走5点到7点的时候 大约在50的位置上 那50这个位置上 如果入场 我们下一单 执行的两手的单 是在1.1166的这个位置上 1.1666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的 可以在这里去布一单 交易当中的空单 当然我还是 去跟大家去谈几个话题 就是你们在交易的时候 由于盯盘的时间不太够 由于盯盘的时间不够 在这个时候去学一些交易系统 学一些行情的处理的方式 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日内交易的止损价给35点 或者你交易的时候给45点 就是这个行情如果整个大阳线 你给35点或者45点都是可以的 入场点是55点的话 就1.18 35点的话就是1.1790 1.1790的这个位置 获利满足点 如果日内交易的话 获利满足点 你如果分布入场的话 就做两单也可以 35点一单 45点一单 或者50点一单 都是可以的 做到1.17 这个下边的关卡价位 我们初步把它定到1.17 初步把它定到1.17 那这个1.17 运行到1.17 这是个日内的交易 你还可以再去做一单 同样的位置去做单 它的止损是在原来的位置 止盈你可以让它继续去运行 这样的话你的欧元的这个 整体的布局 在高位上去布局它 你注意好多同学 在最近一段时间交易的时候 可能交易的状况不太理想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或者说你会看到我 我自己账户上 它的盈利在减少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们做行情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行情 是你特别容易把握机会的 那这些行情就是单边行情 就是它如果行情走单边的时候 你会发觉我们的交易会 每天上一个台阶 每天上一个台阶 如果行情走盘整来这边 来回震荡的时候 你会发觉 第一个我们交易的盈利可能缩减 就是上涨上涨涨到高点 回调回调低点 那这一部分会有盈利的 这样会净值和盈利的一个减少 另外在摆荡当中 由于我们交易的去尝试去试探它的顶部 去猜测它的底部 使得我们的交易啊 因为当你猜测顶部 试探底部的时候 这种动作如果在短线上执行的时候 它和业余交易者的动作是很像的 你可以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说 当趋势行情运行的时候 业余交易者呢 离场观望或者不敢进场 或者反向交易 专业交易者长线持单 这时候专业交易者和业余交易者的 执行的单的状况 它的交易的状况会差别非常大 而在摆荡行情当中 业余交易者的差别就不那么大 因为业余交易者就喜欢摆荡 高位做空 低位做多 高位做空 低位做多 就来回了交易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觉我们的一些单 比如说高位空的 高位空的澳币 高位空的欧元 这个时候就和业余交易者 有着非常多的相似度 但是不同点在于 一旦行情走出 专业交易者会持仓加码 业余交易者会持仓反作 专业交易者会持仓加码 业余交易者会持仓反作 会平仓反作 我把这个句话 我记录在这里办 我觉得 我觉得这句话也是 我之前想到 但是没想得特别清楚的 一个 我请我的同事先等等 发刚才那个图 我把这句话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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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行情转变为 好 那当行情有摆档 由 由 到 由摆档到趋势的这个时候 专业 我把这句话写在这句话写在这句话写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 我们今天也可以把这三个去放在我们的这个交易课程上 今天觉得有时候在和大家去谈行情的时候 有时候和大家去谈行情的时候 也能够去琢磨出一些新东西去掌握到一些新东西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趋势行情就是前一段时间黄金走单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单从底部到到顶部一直去持仓向上 行情开始震荡的时候 比如说行情走到1280 1295 1288这些都是同学们做过的单 有些做到128812901293甚至还有同学做到1300的空单 那这些当行情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这些做法你会发觉摆档行情当中 专业和业余的这些交易者 他的交易的方向对相当的相似性 业余也会高空 专业的专业的这些高者也会高空 但是不一样的时候是什么 是行情一旦走出一旦行情从高位开始向下运行的时候 有摆档到趋势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专业的交易者会持仓加码累积获利 一个持仓 二还要加码要累积获利 业余的是获利了结 先平仓甚至反坐 平成大幅亏损 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 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那目前我们看到行情就是一个一些摆档类的 一些摆档类的一些走势 行情就在走摆档行情 那这时候专业的交易者可能就会形成一些获利的减少 我把这张图发给同学们 上面的图已经发了 好吧 那没有发的呢 我就 已经发了呢 就我把这个图保留下来 把那句话给大家再发一下 我刚才那句话 我把这张图保留下来 我把这张图保留下来 我把文字发来 让我的同事来帮我排版 排一排排成一个好看一些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走的结构 那话语之间我们看到欧元开始向下运行 欧元开始向下运行 英镑走得更急 英镑走的行情 更加急 高位做空的英镑 接近到了他将要破位的位置 同时高位做空的英镑也接近到了最近一段 盘整行情的这个低点的 低点的位置上看看他随后怎么动 看看随后怎么动 反正欧洲盘开盘的时候 美元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 今天我们刚才分析了澳币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币的走势 美元对日币目前的状况还是一个 目前我们有两单美元对日币的 两单美元对日币的 两单美元对日币的交易 那美元对日币我们在图形当中认为他相对来说是处在一个宽幅盘整的 处在一个特别宽幅的盘整当中 这个上方115 下方110的这个位置 或者或者有些投资人把它说是108点50的位置 108点50的位置 也都是他最近一段时间重要 甚至不排除有些时候 年初的时候 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进入到一个107开头的位置 也有过 所以整体上来说 美日还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宽幅的盘整过程当中 行情没有走出特别远的这些行情 还没有走出特别远的行情 我到这 把这张图也发给大家 好 美元对日币我们在底部的时候有两个多单 一个多单的位置在110.19 一个多单的位置是在109的位置 一个盈利一个浮动亏损 那顶部了还有一个高位的空的空单 运行到现在 我觉得整体每日的这个运行的状况 也还算是比较良好的状况 它和黄金有着非常多的相似度 和黄金有非常多的相似度 上边 115的阻力 于上边 这是我们之前画的通道 那之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美元对日币在 在这个位置上形成 上方围绕着100 这是上方的阻力关卡 大约114.50 114.50 下方的位置比较奇妙 下方的位置 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底部不太均匀的一个区间里边 形成的支撑的位置 把它变得稍大一些 那这个区间我们也进行一个标注 给它把它的价格去标注出来 底部的118.80 所以我们好多投资会在118的这个位置上去 108的这个区间里边 108.70 包括我们看到 我们的每日小王子同时 有很多投资人喜欢 挺喜欢他做的单的 每日小王子 凯文他做的单 就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长 也是他属于是在我的所有的跟我一起学习的这些学生当中交易的长度会最长的一个学生 在日线和周级别上去去看行情 有点连老师的风范 但是他和连老师最大的不同是连老师从日内入手 从从分钟五分钟图上去入手去做一个长单 而凯文做单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在日级别上去入手 然后去做一个月或者是周级别上的交易的单 那这些单在逐渐去建立底部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就是如果今天行情继续在往上走 我们会看到另一个入场单 109.50 这个单是之前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抄底做的一个破位单 同学们今天如果行情上破的话 免对日币可以再做 当然有的同学这个每日的单已经持有的比较多了 就是已经在上边有一单浮动亏损 在110.20这个位置上有他的一个多单 就不要在今天再加码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行情涨到109的高位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再进行一单的交易 这是我们对美元兑日币的看法 相对来说我觉得美元兑日币至少在目前 这个行情没有充分下破之前的时候 这个位置上的技术面的支撑力量还是比较显著的 这个位置的支撑的力量还是比较显著的 注意中间我们认为的美元是比较弱的 日币在走的过程中是否能走出比美元更弱的行情 或者说有些投资人说我不做直盘货币 做一些英镑对日币的这些空单是不是好呢 或者说英镑对日币的空单和美元对日币的多单去结合去做呢 那这些中间交叉的做法 那就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的一些交易的方法 但是相对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选择 可能选择一些有可能朝上走 有可能强的这些货币带动美元对日币的这种强势 暂时现在我们看到非美都在下跌 所以好像还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强的货币 所以这样的话直盘也是不错的 把它保存一下模板 美元对日币 隔一段时间同学们可以把这个行情去这样去补充一下它的这些 补充一下这个行情的运行 去把你的这个图形的去更新到它的最新的状况当中 更新到它最新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交易内参当中对美日的评论 昨天美日下探低点 108.6 我们也指示了在 也是标出了这个交易的方法和思路 低多的这个思路 这个低多有些逆势 但是我们反复说过这种类型的行情 反复说过这种类型的行情 虽然逆势 虽然是有些逆势 但是做出来 就是有一些图证可能对它不太适应这样的单 一些投资人可能不太适应这样的单 不适应的话你就等它运行到可以做加码的那单的时候 你再做也可以 就是过了109.50 甚至说过了110这个签点关卡之后 你再做也可以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日币的行情 这是美日的行情 英镑我们也说了 是个看空的 今天英镑走得非常空 今天英镑已经破掉了128.50的 只是大家往下做空 先前跟随做空英镑投资人可以继续持仓 回调区间逢高做空 今天英镑继续往下走 英镑是在最近几天里面走得最单纯的一单 英镑是走得最单纯的一单 这是英镑的图形 走得最单纯 日线图级别上 现在的英镑走在了最近几天的 8月18号 上周五的低点的位置 距破为一步之遥 距破为一步之遥 这个形态也是一个英镑不太乐观的形态 这在本周周一的时候 我们就谈记过下跌盘整 再下跌盘整 英镑走第三波下跌的行情 第三波下跌的行情 注意这个第三波和波浪理论当中的第三浪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N型结构当中下跌停顿下跌停顿再下跌的一个结构 不是像波浪理论当中的下跌回调 小幅下跌 小幅回调 大幅下跌 回调的第三浪和这个不太和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情 好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答疑解获的环节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取得联系 有问题的同学也可以在这里向我提问 今天有一些 就这几天有几位新同学 特别多的新同学去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来 刚刚进入这些课程的同学 你多和我联系一下 加一下我的微信 多和我联系一下 让我能知道你的交易的状况是怎样 因为很多同学在这个课堂当中已经经历了一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的学习过了 所以他们跟单的速度比较快 有的人问到Oout的空单止损了吗 是的 昨天我们Oout的空单止损 郭志强同学说 说出了小白的心声 刚才我们的话语说出了小白的心声 我觉得郭志强同学 你应该逐渐的把这个交易 再去偏这个 就是再去思考一下 其实懂的东西已经比较多了 懂的东西已经比较多了 但是执行层面上还有着很多的心理波动 我觉得 本身我觉得你个性还属于一种就是 比较这种 但是在交易当中体现出来的好像也是思路蛮多的 就是变化很多的一些思路在里边 要克制脑海当中的一些想法和杂念 有些人问纽日 纽日是一直去持有的 纽日 没有纽日的单了 离场了 我们纽日之前有过很长远之间的多单 现在纽日的单没有了 之前做的多单要看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黄金的交易 黄金图形在今天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确实点到高点 只是没到了我们要的位置 要的有点 行情也是 想要1295的时候它没有 你之前做的时候它又跑到1300 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行情真的在这个位置上在走一个复杂的顶部 顶部结构 真的在走这个复杂顶部结构 仍然我觉得黄金的交易还是高空的行情 这个这一点上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变化 长引线布局 布局二分之一 那截止到今天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晚间的时候会形成 触碰到1280 然后在1280到1293之间再次形成一个双K反转 会形成大约在1288左右的这些的入场的位置 入场位置在下一 黄金的入场位置在下一 但是我整体上还觉得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走势还是比较单纯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 找高点了 现在就是黄金我们思路既然确定之后 问题就是寻找高点 有些人问到 万宇同学问到说 英镑的空单前几天没有入场坐上 今天在哪里去入场 那在什么位置上去入场英镑 我觉得现在英镑已经走出来了 短线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等他看有没有一个有效的回调过来 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位置是特别好的 上来进入到云当中形成阻力 稍作调整或者说上边的双K反转 一走往下一下来60多点 现在英镑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易行情 回来的时候就是入场空的好点 那这些回来的位置随着这个带宽的逐渐打开和下移 随着这个带宽打开和下移 它的交易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会落在1280左右 或者是1250到1280之间 看这个区域当中去寻找结构 明天的时候如果行情就走在这里 明天的时候如果用斐波纳西去度量一下 大约的位置也是在50左右 英镑回调的如果比较深的话 可能会回调到1260的位置上 可能会看到这个位置的空单 每家的行情 目前的位置每家是在1.25的重要关卡价位上 那另外原油的价格 也开始从4849开始向下脱离 每家呢我是相对偏多的 另外每家也是持有了一部分的多单 每家也是持有的多单 所以我个人认为 每家的仍然是逢低买入的一个交易思路 每家的多单两单 一个是在1.2540 一个是在1.2620 上面的单有浮动亏损 下面的单是在浮动盈利当中 全然应该是在1.2540 干什么? 除その远来到470 至 deaths都已经远远了 最好的 反正 谢谢观看 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 有同学问到 每日就有一个底单 反转后加 这也是个挺好的 大家以后在群里面问我问题的时候 可以at我一下 这样我能确定看到大家 有时候群里面的一些问题 蛮多一下就过去了 美元对日币如果仅有底单的话 如果仅有底单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行情一旦走出 上坡到前期税型高点之上 或者说周输轴线之上 周成本线之上 位置在109.60之上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把仓位加起来 因为毕竟最终这个行情一个波段 它的获利多少 要来自于我们的持仓量的和它获利的点数之间的成绩 就是获利会由它的获利的点数加仓位来最终决定 所以如果行情走得好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仓位加起来 光有一个底单可能不太够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明天晚间的时候会有会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明天晚间的时候 七点到八点我继续我们的解盘 然后九点到十点的时候 我会在远见财讯上 做一个视频的连线 将各国央行的状态 还有它的货币政策 属于就是在市媒体上的一个连线 它用一个软件把我的图像收集到 然后去传播到视频上 就比原来的央视更先进一些 央视是电话连线 它是视频连线 去做这种节目 之前还做过一次现场 所以明天有兴趣同学了 也可以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 这段时间相对来说 如果大家交易不太适应这些 百档类的交易 不太适应百档交易当中的这些 不断的做顶部 或者说做顶部去做止损 如果你不太适应这个交易节奏的话 这个不是我们 交易思路的问题 而是现在的行情和这种趋势型的思路不相匹配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也都是比较好的策略 等它行情走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跟进也不止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讲解到这里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群当中 晚间的时候 回答给大家去进入到每周盘的讲解当中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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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